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今天跟大家聊什麼呢 聊我們上次跟大家開過箱的 見水藍山水濾杯 那其實這種濾杯呢 學長介紹過以後呢 非常多人第一時間就要想問學長說 學長老師這種濾杯聽說很容易塞住啊 細粉或油脂會塞住 那我要怎麼清潔比較好呢 這問題其實不要說是大家的疑惑 其實學長第一時間拿到這個濾杯的時候 也是有同樣的疑惑 因為以前學長用過各式各樣的不用濾紙濾杯 無論是金屬的或是這種礦砂的 這種賣飯食的也好 他們確實都會有一種緊張的地方在 就是說他們容易塞住 塞住以後呢不知道怎麼救他 這件事情非常的麻煩 但是學長呢之所以這次會很認真地幫見水藍去做開箱 也是因為他確實在他在設計方面的時候呢 他的孔隙是比較沒有那麼密的 所以一他流水會比較快 二呢他的清潔上面的難度會比較低 然後第三如果你在搭配篩粉器 如果你在搭配篩粉器的話 他的清潔能量都會更低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到一個示範 就跟大家講說我們到底要該怎麼樣去讓他清潔起來更簡單 而且可以達到百分之百的乾淨 OK 所以今天學長就來跟大家講 這種濾杯 當然也可能是見水藍 甚至是其他品牌 總而言之這種不用濾紙的濾杯 我們該怎麼包養 好首先呢第一個部分我們先來做輕度的清潔喔 先試一下 比如說你這時候已經沖煮好了對不對 這個裡面的咖啡粉你先把咖啡粉渣倒乾淨以後呢 這個是他的清潔毛刷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牙刷都可以 然後這個毛刷邊在水槽裡面邊沖然後邊刷一刷 讓裡面的細粉先被沖掉 先把它刷掉以後 然後看起來沒有什麼殘粉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不要忘記 稍微回到你的咖啡的下壺上面 然後用熱水 先過個幾次 用少少的水 讓它流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呢 剛沖完的濾杯裡面還是會有點黃黃的咖啡漬的問題 然後過個兩三次呢 大概是100多CC吧 然後呢它就會慢慢的 顏色會越來越淡 然後呢基本上呢 你就已經完成了普通的保養 然後這樣子你基本上下一次 但是在沖煮過程之中呢 你就比較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那你可能隔天或是隔幾天 你想要再沖煮的時候不要忘記 這個濾杯在你準備要沖之前還是要再一樣 同樣用熱水 稍微過一下 讓它冰冷的濾杯呢 吃一下熱水 然後讓它殘留的味道呢 被推下去以後就可以使用了 OK 這是我們平常日常的清潔 所以日常清潔其實是很簡單的 但是如果你可能煮了30次 煮了50次 那你突然發覺說 我給水沖了好幾次 但是它好像還是沒有很乾淨 然後它的水還是有一點點顏色 那代表說什麼呢 你需要做中度清潔或是深度清潔了 因為這種濾杯它不用濾紙 它就是必須沖了四度多的時候 就要做中度清潔或深度清潔 但其實這個過程非常的好玩 所以學長是蠻喜歡的 中度清潔學長建議大家怎麼使用呢 就是使用小蘇打 那我們剛開始呢就可以找一個 可以放得下你的濾杯的鍋子 然後呢剛開始呢 你用熱水冷水都無所謂 學長直接用熱水了 比較快 然後煮沸的過程中 我們用這個小的深水濾杯來測試 小的深水濾杯 就這樣好 把它放進去 可以讓它整個吃進去就可以了 水不夠的話要多一點點 可以容納你這個深水杯蓋住 OK 然後呢就可以開始煮它了 可以用這個 小蘇打 食用級的小蘇打 這種就已經算是蠻深度的清潔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常常做 就可能 兩個月做一次 一個月做一次 你看開心就好 那你就 丟到瓦斯湖上面讓它煮一下 然後加小蘇打 加一點點就可以了 加一點點小蘇打 OK不用多 你看我這樣可能才加幾克而已 那小蘇打很便宜啦 然後大家可以買一下食用級的 它上面會寫食用級的小蘇打 食品級 食品級的 你不要買那個 用來洗一些 非食品級的 可能對身體會一點點影響 沒有像嚴重的 但是買食品級的 你就可以更安心一點 這一包可能才三四十塊很便宜 OK 然後呢 倒進去以後呢 看你的水多寡 然後呢 稍微 攪拌一下 然後呢 讓它慢慢的煮 然後邊煮呢 你會發覺說 你的水呢 顏色會 有一點點變色 就是裡面的油夠呢 隨著你的小蘇打呢 它會 小蘇打它會 滲透到它的毛細孔裡面 然後把油脂推出來 這樣子呢 你的 濾杯就可以維持乾淨 你可以看喔 這個濾杯是我 前幾天煮了很多次 然後 特別留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可以看到 蠻明顯的 會有一點點淡淡的黃色 代表它已經需要清潔了 好 等到煮滾的時候呢 大概煮個五分鐘到十分鐘 那基本上呢 它的濾杯就很乾淨了 那這是第二種 第二種方式 就是 使用小蘇打粉的 中度清潔的方式 那第三種方式呢 就是用 這個 搭配 火的方式來 來做清潔 OK 我們邊煮這個好不好 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邊煮 我們來邊做第三種 快滾了 那第三種呢 我們就用搭配這個 建水人他們 保養專用的這個 清潔組 的鉤子 OK 這樣子 然後呢 你可以在你的瓦斯爐台上 包裹打開 那不要忘記喔 你要 準備烤你的濾杯的時候呢 要稍微讓你的濾杯先沾濕 沾濕的話 有一點點水氣 不要乾乾的 乾乾的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有水的話 在那邊油脂呢 會揮發比較快 所以呢 你的效果就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呢 讓你的 濾杯呢 均勻的 慢慢的吃火 火開大一點沒有關係 不要燙到手就好了 然後這個過程呢 很快的 你就會發覺說 你的濾杯會冒一點白煙 就這樣均勻的 慢慢的晃 你如果有瓦斯爐的話 當然會更 火力更大一點點 更快一點點 稍微過一下火 把裡面的油脂啊 讓它過火以後就會燒掉 所以呢 你就可以 讓你會突然發覺說 哇 你燒過以後 你的濾杯 下一次沖煮的時候 哇 好順暢 好好用喔 對 然後就是因為它的 做了大保養 OK 那這個過程學長超喜歡的 因為真的很療癒 覺得很好玩 那這種 不用濾紙的濾杯呢 喜歡的人就說真的會蠻喜歡這個過程的 那如果當然有些人就習慣用濾紙濾杯 就覺得 這個過程會不會有點麻煩 我相信 它一定會比濾紙濾杯麻煩一點點 但是它的好玩處呢 也 就是與眾不同囉 就是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很療癒 然後在 稍微 熱了一段時間以後 就會發覺說我的濾杯 開始冒一點點 水氣 那這水氣上面都一點點咖啡油漬的味道 就代表所有的油漬已經 快被火燒掉了 慢慢的 可以看到 現在開始整個濾杯的溫度已經 整個起來了齁 所以開始冒煙了 建水藍官方呢 當然也有第三種的方案 第三種方案其實 比這兩種方案還簡單 真的是第三種方案其實蠻簡單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 現場沒有設備 沒辦法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方案就是什麼 整個濾杯丟到烤箱裡面去烤 烤個10分鐘 那因為呢 這個油垢呢 油脂呢 它碰到熱的時候 它就會 被燒掉嘛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家裡有烤箱的齁 那你也不用用火 你也不用用水 不用煮 就直接烤箱預熱好 以後呢 把濾杯丟到烤箱裡面 它烤10分鐘 不用管它 10分鐘完以後呢 你就等烤箱冷了 然後你就把濾杯拿出來 用熱水 用水過一過 就乾淨了齁 當然好玩程度烤的是最好的 可以看到我現在的 濾杯 兩個濾杯都在冒煙了齁 對不對 我的這個 烤的部分已經很大的煙 我聞一下 不要耗在一鏡齁 可以聞到一點點的 沒有很重 因為我這個濾杯算是保濕的滿乾淨的 一點點的咖啡油脂的味道 大概烤個幾分鐘吧 10分鐘左右 玩一玩 然後你的乾淨度就很好了 所以用這種濾杯呢 其實大家也不要覺得麻煩 因為它最好玩的地方 就在它的麻煩 呵呵呵 現在 很明顯 濾杯的溫度已經拉得很高了齁 所以 明顯裡面 有一點菠蘿菠蘿的感覺齁 那個 我的油漬已經 大量的已經被燒出來了 可以看到好像醃很大 嗯 然後確實有一點點油夠的味道齁 這代表說 它現在清潔已經 到了 最 有效率的時候了 好大的煙 但是蠻爽的齁 OK 好其實就這樣齁 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的濾杯會不會因為 烤了會裂掉 不用太緊張齁 你只要稍微 烤的時候稍微 讓四周均勻的吃到火 基本上不太會裂 然後就算你烤完以後呢 讓它放涼一點點 然後還是溫溫的去碰水 它也不會壞掉 不用太緊張 因為它畢竟 它的設計上面 它在燒製過程中 溫度就是很高 所以它也 基本上也不怕火 也不怕水 你再不要丟到冰水裡 那溫差太大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怎麼樣齁 大家不用太緊張 OK 然後這個過程呢 大概十分鐘左右 你的濾杯就可以保持到 非常乾淨的狀況了唷 OK 好 那我們之後呢 大家如果有機會玩的話 就自己玩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燒到最後了 時間會很長 那 漸水籃的這種濾杯 或是這種 鹽礦濾杯的保養呢 其實基本上 這樣子就可以玩到非常的好了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讓你的 每一次充足品質 都非常的好喔 OK 那我們今天的 咖啡充足空夜 就收到這邊位置 那 需要繼續燒 你們下次見囉 掰掰